唐诗当然不前是编赛诗,但是唐朝的很多诗歌里面,其实展现出来的都是充满了意义情调的,只是你们没有感受到,很自然认为,他们描写的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的意象。 在唐诗里面经常有一个评级而读,在唐诗里面经常会提到的床,你们想象的那个床,你认为那个是汉人的床吗?不是,那个是胡人的床哦,你认为他们的极案是汉人的极案吗?不是,他们描述的依然是从胡人那里传来的极案,里面好多意象看起来很中国,实际上都是洋玩意义,就好像我们现在中国人天天提起来都是i4, 提起来都是安卓系统,这有什么丢人的,没有什么好丢人的呀,我们唐朝人睡了胡人的床,用的是胡人的案板,在写作,有什么不好的呢? 因为很多人就是脑袋有动,他不了解唐朝人的所有的日常企机生活,基本上跟整个世界已经完全交融了,沟通在一起,房间喷的各种香气都是来自于西域,唐朝人也很爱打扮,有各种各样的美容的, 互乎的用品,也是来自于西方,不要你们想当然的,看了唐诗,然后认为里面写的都是中国东西